龟山国小11号上午举行地震避难演练 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 迅速戴上防灾头套在教室就地掩蔽 随后依序疏散到操场集合 另外呢也模拟了学生受伤失踪 搜救主进行抢救 希望全校师生平常就能够建立起正确的防灾观念 地震警报响起 小朋友们赶紧拿起防灾头套戴上 并且躲到桌子底下就地掩蔽 今天区龟山国小11号上午举行地震避难演练 模拟地震发生时 全校师生应该如何进行避难 随后学童也在老师的引导下 遵循避难疏散路线 依序到操场集合 避免余震再度发生 龟山国小校长林喜恩表示 希望就由这次的演练 能够建立学童具备正确的防灾观念 最主要是希望我们小朋友 平常就有一些防灾的一个意识 那等到真正灾害来的时候 他们就能够得心应手 除了避难疏散 另外这次也演练了地震之后 学生因为受伤进行抢救的情况 同时研磨里的学校厨房发生火灾 教导同学们如何使用灭火器 避免灾难扩大 而经过了演练 同学们都表示 万一遇到真正的地震灾难 便可以更加处遍不惊 如果真正的地震发生的话 就不会很慌张 手忙脚乱 我们在地震来的时候 就不会惊慌失措 然后一直可能会 扰乱到老师的一些步骤什么的 可以更快速完成他们一些步骤 大地震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危险 所以要练习 另外有别于一般的防灾头套 仔细桥 归山国小的头套下方 还多了多种不一样的花纹 李西安校长指出 感谢志工协助缝制了 包括原住民客家等风格的布材 增添了防灾头套的功能性 小朋友除了传统的一些防灾头套之外 如果能融入一些 闽南文化 客家文化 或者是原住民文化 然后同时让整个头套 让小朋友会比较喜欢 而且他可以跟乡土做一些亲近 多一分防灾知识 就能够减一分灾害损失 就平时落实防灾 防灾演练 同学们就能够熟悉 各项灾害应变措施 接着是明正门奇艺新店采访报道